立业为看官 在本回书开始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本座的主人公 钱小飞 本为孤儿的他 因被一扒手集团老大收养 故而继承其职业 也就是大家口中踹寡妇门袍 什么坏事都做尽做绝等 小偷 好吧 咱承认 由于个人原因 咱对这职业是充满了异常 那个相当程度的偏见 不过俗话说得好啊 道义由道 虽为爬手 但钱小飞同学自己 那是活得绝对的心安理得呀 因为他从未对好人 好吧 是对他自己认为是好人的人 下过毒手 所以在每次得手之后 钱小飞的内心 甚至都会对自己的职业 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呢 进而迸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这种工种呢 要是搁到古代去 那也是一人见人 花见花开的侠道啊 想算不是侠道 那至少也得追究成一神偷不是啊 看来我们的钱小飞同学好像忘了 道之侠者 应该是劫富济贫的吧 我们的小飞好像只是劫富济老大 老大说的很穷呢好不好 那姑且就算是好了 我说你一旁买你这么多话呀 是不是别你家亲戚啊 我告诉你我是主角 你阐述你的就好了 再说就没用的 我就告你性丧啊 我告诉你 行 算你呀狠 总之 钱小飞是认定了自己 与其他那些在阳光下 幸福生活的大好青年 那是没有丝毫的差别呀 就算他们是学生 而自己是扒手 那也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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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认定 在钱小飞 十九岁 零十一个月 又零二十三天的时候 开始动摇了 因为嘛 因为 我说 钱小飞 你是不是脑袋被闻挤了呀 干嘛老虫 咱最后那两个 歌 歌字 好 看 哎哎哎 音乐 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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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收工了啊 道具 我都给你收拾收拾 哎那谁那谁 对就是你 甭看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着 时间来不及了 嘿老大 这两天这么几日收工 是有什么事吗 每个月 总有那么两天 身体会变得怪怪的 自从我用了3XR纸尿裤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再大的流量 也能轻松一手 3XR纸尿裤 青春的裤 友谊的裤 我裤 裤我在